喂,Hello 我剛剛下班,回到家 吃飯 那我吃飯呢,通常都會看Youtube 那我見到 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Youtube Channel 他出新片 他出了一段片 唉,我看這個題目已經覺得 嗯,嗯,嗯,怎麼說好呢 啊,為什麼要這樣說啊 為什麼是practice啊,為什麼是練習啊 不行啊 不行的意思是 不是這樣啊 不是,不是 怎麼說好啊 不work啊 practice不work啊 學語言不是practice啊 嗯,學語言是溝通啊 是這個,是說啊 是聽啊,是 嗯,是看啊 不是練習啊 那所以呢 我就 打算拍,就是我就拍這條片啦 那我就呢 扮那些行為藝術師 行為藝術師 就是你在街上見到的那些 就是會做那些 不同的artwork 在街上做行為藝術 那我就做行為藝術 那我就貼,貼著這個 哎,搞定 這樣才是嘛 哈哈哈哈 但是,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又出回來 哎呀,收回它先 哎呀,哎呀,應該這樣 應該,應該,應該這樣 哎呀,嗯,這樣看不到 好了,這樣看不到 應該是這樣的嘛 那個標題 這個是標題 這些都是標題 sorry 這些都是標題 這個是標題 這個標題 應該是要這樣 這樣才是嘛 哈哈 不過 我 啊,可以說多 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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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 一件事都幾有趣的 就是呢 我 我 等我一會 我這樣先 這樣 漂亮一點 嘿嘿 那我 前幾天 上Reddit 那通常我會上Reddit 看 譬如廣東話 有些什麼 新的Post 那我就見到有人 嗯 推介 我的Channel 那但是呢 它是會寫著 聆聽練習 然後它下面就有一大堆的YouTube Channel 是的 那 有我啦 有 當然有 阿Yen 和Candy的 Compansful Cantonese 有其他 有 有 有些我都不認識 是的 那些 有很多 不要說很多 有一些 是的 幾個 那但是它那個標題 就是 是 Listening 什麼 Listening Practice 是的 好像是這樣 總之是有Practice 我不知道是不是Listening 總之是Practice 我很記得 因為我就 那時候我就很生氣 我就 你沒理由 就是我 我這樣拍片出來 你用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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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練習 和聆聽練習 根本就不成功 好了 講到我好像很辛苦 拍這些片 其實 OK啦 就是 怎麼說 辛苦都要講到不辛苦 不是 我又可以講一件事 越講越多 現在呢 很 很流行的 我發現很流行 就是你看一些 語言學習的channel 很流行就是說 我學了很多個小時 我學了很久 我學了很久 我很辛苦 一千個小時 二千個小時 什麼什麼 我每日都 share 對 對 I mean 我 我 怎麼說好呢 我是 我是 就是 首先 我 我不 我 為什麼要辛苦呢 就是明明 學語言是可以不辛苦 為什麼要辛苦呢 還有 就算辛苦 為什麼要讓人知道呢 為什麼要拍片 拍上網 讓人知道你 哇 好辛苦啊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看完會有多些動力 就是 有些 有些人覺得 啊 是啊 他都可以這麼辛苦 我都ok的 我辛苦都 都ok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但是 我想說呢 就是 就算辛苦 都要假裝到 不辛苦 這個才是 這個才正 你要做到 好像很輕鬆 就是 完全 不要跟別人說 啊 你幾 幾 想了多久啊 量了多久啊 是啊 這樣才是 最 怎麼說好 最瀟灑 最型的 哈哈 好啦 講 講著 今天 好 下次再講 拜拜